一起来关心灾区的安全还有卫生问题 在屏东县万丹乡湾内村有105人感染了 钩端螺旋体积屋 家家户户都有人要发烧 那么下个星期就要开学了 很多家长担心孩子怎么办 抵抗力不足 上学之后很容易被感染 现在还有H1N1 也有些人把孩子带到了外地的亲友家 记住希望疫情稳定之后 再让孩子回来 万丹乡万内村民忙着做居家环境消毒 因为村内爆发史上最大规模的 钩端螺旋体感染 几乎每一户都有人发烧 人心惶惶 村民紧戴口罩不敢摘下 我老四的时候老二十五人 那是大人的小孩 小孩大人 小孩大人呢 是哦 那现在要想要小孩三个 因为要开学了 家长各个体型吊胆 就怕孩子抵抗力不足 上学容易被感染 还有人直接将小孩送到外地击毒 家长很恐慌 村内的新兴国小也取消28号的返校日 连日清理校园每天都消毒 校方说校园的环境很干净 31号如期开学 那或许会有一两个孩子 他没有办法如期在这个时间回来 如果家长有这样的疑虑 那我们也尽量跟家长沟通 屏东县环保局人员 也到湾内村检测水池 另外也出动怪手清除漂流木 又敢在开学前防止疫情扩大 让学童安安心心的上学 周年新闻黄姚明王月芳 屏东万丹乡报道